《動態競爭決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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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陳昭昂老師 我最近寫一本書《動態競爭決勝利》 為什麼寫這本書呢? 很多企業現在很感慨 做計劃 計劃趕不上變化 人算不如天算 那為什麼常常會發生這現象呢? 因為我們過去所面對的環境 是比較簡單 比較靜態的 那現在未來所面對的環境 往往是複雜多變的環境 面對這個複雜多變的環境 你所學的知識理論工具手法 都需要被調整 需要怎麼調整呢? 在運用的時候都要經過三道過濾 第一道過濾 未來環境很明確可以預測嗎? 第二個 競爭對手在想什麼? 你懂他也懂 你能做得比他好嗎? 第三個 如果競爭對手不理性的瘋了 你怎麼應變? 如果沒有經過這三道過濾 我們用知識理論工具手法 往往是在套公式套定律 考試可以 打仗就不行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把我十多年來幫許多大型企業 上課的經驗 歸納出一個動態競爭心法矩陣 這個矩陣很簡單 一學就會 其實面對競爭你要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 對環境適應與否 第二個 跟競爭者攻防人們至勝 解決第一個環境的問題 你必須要體會兩件事情 第一個 要勤摸索 快速試錯 快速學習 第二個 要腎跳躍 摸索出一些看到市場端倪的 你到底是要跳還是不跳? 先跳還是後跳? 跟別人一起跳還是自己獨立跳? 第二個 解決競爭問題 有兩個議題要考慮 第一個 要視虛實 第二個 要定攻防 什麼叫視虛實 你縱使跟對手實話分析之後 比人家弱沒有關係啊 比人家弱是打仗前力比人家弱啊 可是在打的過程當中 他只要一轉身屁股露出來 那個就有漏洞 那個就虛 你能不能在打的過程中 看出他的虛而趁機而入 第二個 找到他虛實了之後 你能不能規劃出 一連串的組合權的攻防作戰方案 這個就是我們稱為動態競爭 心法矩陣的一個結構 但是學會這個矩陣還不夠了 為什麼?我們說啊 競爭對抗是敵我的心智對抗的行為 你懂 對手也懂 那你怎麼玩得比他還靈活 那麼最重要是說 你要把這所學的手法 轉化到心法上來運用 其實寫這本書 我的原則是 我不想要在書裡面講太多理論 引用太多統計數字 來印證什麼叫市場作戰 基本上打仗越簡單越好 這本書我要告訴各位是實作 而不是理論 我要讓各位學會是實戰 而不是考試 如果你問我說這本書 背後有什麼學術理論依據 其實沒有 為什麼? 因為打仗不需要太多理論依據 我鋪上去能夠咬到你就好了 你不要管我 背後是用少林派還武當派 他可以讓你講太多理論依據 你會不去看